哈喽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最近天气呢也慢慢的变暖和了 那对于我来说夏天很重要的就是防晒 因为紫外线真的非常可怕 它会让我们变老变黑 就是所以我对防晒的话 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我的防晒用品 但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除了我们涂抹的防晒霜之外 物理防晒也是很重要的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防晒衣和这种防晒帽 这种呢属于硬防晒 这个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牌子 然后它就是这种很薄很透 这个牌子是墨寻家的防晒衣 然后我身上这个是黄色的 这个还有一个紫色我也很喜欢 这新呢我现在在穿这个黄色的 然后它就上身贴肤感非常的舒服 最重要的是它不怕晒黑 而且它还就是可以把手掌这样都完全弄进去 如果你手晒黑了那也是挺吓人一件事情 就设计的很贴心 然后要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 就是选这种防晒衣的时候 面料不能选择有涂层的 不然的话你洗几次 防晒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要选择这种圆纱形的面料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种面料是非常的柔软轻敷的 就是非常舒服 穿在身上就是我里面只穿了个吊带 这贴在身上非常舒服 而且它家款式呢也很简单很好看 就是版型也不挑人 我感觉任何人都非常适合穿这个 像我刚刚说这些功能 我觉得设计的也非常的用心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 它其实有很多颜色选择 有紫色 然后还有我身上穿的黄色 还有灰色就很多颜色选择 其实就像一个日常百搭的一个外套一样 比如说穿一个吊带啊 然后里面配个短裤 我觉得出门都很好看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会试一些别的防晒衣 但有些防晒衣呢 穿上身就会有一些闷热 但这个是不会 它穿在身上就是这种冰冰凉凉的 非常舒服 然后不会有任何闷热的感觉 像我刚洗完头发 如果戴那种帽子的话 你会觉得压发型 但这个就不会 这个就很方便 可以帮你遮很多 就不用戴帽子了 而且它还有个很贴心的 我给大家看这个紫色的 就这个帽子这儿 它有一个洞洞 就是女生不是会扎马尾吗 你就可以把马尾这样掏出来 我就真的觉得它的设计 真的为女生该想的都想到了 这个就叫马尾洞 就可以把头发这样 从里面给它顺出来 就很贴心 然后它 你把帽戴上之后 它这边 你看 有一个面罩这样的东西 然后你这样戴上之后 其实也可以把你的眼角护住 而且这个面罩也有透气拱 不会觉得很闷 就设计的真的非常贴心 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出汗的时候 腋下不是也容易出汗吗 它这个腋下呢 看到了吗 有这种透气网的这种设计 就防晒同时呢 还可以散热 然后这个帽子 如果你不想要的话 它也是可以拆掉的 就变成了一个日常穿的一个外套 还有就是这个袖口 它是家常的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说的 它有这个直动的这个设计 防晒黑这个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 而且他们家这个口袋 设计的非常大 然后也很深可以放 就因为有的时候你跑步 如果都浅的话就容易掉出来 但这个就是很深 我觉得放东西也很方便 它家的这个我也很推荐 然后大家猜猜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可以折叠的墨镜 叫腮红防晒眼镜 然后它是这样可以折叠的 是不是很酷 然后也很轻 就可以戴在眼镜上面 也还蛮好看的 主要它就是小小的可以折叠 真的很方便 有的时候你包 拿一个小包的话 那种大眼镜的话就很不方便 但这种的话 其实就很好戴出门 然后可以放在包里 也可以挂在那种包旁边 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还有一个就是墨玄的这款 空顶防晒帽 那我脸非常的小 然后夏天出门的时候 大家可以带着这个 出去旅行就防晒什么的 防晒真的太重要了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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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